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儿艺退休教师 儿童艺术学校吧 无违法前科 10年9月 以这个私教钢琴舞蹈为生啊 就是钢琴啊 舞蹈老师 多次上访是97年 在东城区国王活动 看见了吗 这个只有我这儿的人能发现他的问题 写错字了 安定门内 国旺 旺啊 这个兴旺的旺 国旺活动 在安定门内 马路西 你比如说类似的 跟他这个平行的一条一条的活动 有什么花园活动啊 有什么柴棒活动啊 有车碾垫胡同啊 有谢家胡同啊 有分私厅胡同啊 有什么大京厂啊 小京厂啊 这个南下洼子 北下洼子呀 有什么东宫街 西宫街呀 有什么琉璃寺呀 哎 他是这一片啊 就是安定门往西奔这个鼓楼啊 就是往这一片的胡同里 买了一间三十平米的平房 后来09年地铁八号线 你看说到这儿一般人也不熟 这八号线我太知道了 从这个回龙冠 后来又往北延伸到朱新庄那边 回龙冠朱新庄往南 什么西三旗呀 什么霍营啊 什么黑泉路啊 什么永泰庄啊 然后这个什么林翠路啊 什么这个国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 奥森公园啊 然后哎 从这奥运村呀 亚运村呀 然后一直哎 奔南来 对吧 奔南来 然后最后南边经过这个这个安珍桥啊 哎 不是安珍桥 安华桥啊 经过这个总政大院啊 中轴路啊 是吧 哎 然后一直到这个哪儿 到这个这个美术馆 到美术馆之后可能又往南沿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是吧 可能还有王府井啊 在奔天潭呀 大概这条线啊 就是北京市的城区的中间 他是由北往南这么一条干线 当然往北往南啊 反正最起码往北 已经到了昌平的回龙冠这边了 是吧 然后给他拆迁 但是没给他钱 拆迁款 那他要买就应该给他钱 但是第一可能没给 第二可能给的少 然后他到法院起诉了 法院判他败诉 哎哟 法院黑急了 我们都去告过 明明是我们有理 一百多户安定门我们拆迁 后来给我们的房子那个平米数不够 最后怎么样了 败诉 哎哟 法院呀 律师呀 公安局呀 就美好人 官官相护黑急了 后来发现被盗 丢失了摄像机 哎 这个搞拆迁的拆迁公司 拆迁公司好多都是东北人开的 然后跟那个那个那个公安局勾着啊 那西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有一个东北人的那个拆迁公司的那个老板 看见那个西城分局的副局长 光当就给跪下了磕头 我说这事儿发生在芝春路 海淀区芝春路的那个叫什么大饭店来着 翠宫 翠宫饭店的歌厅里边 对吧 这我说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 对吧 我都能找出见证人来 好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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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公司都是东北人为主吧 也不完全是东北人 东北人比较多 后来他报案了 后来分局刑侦之罪受理了 嘿 受理管什么用啊 对吧 谁有托就给谁那什么 我就我说过很多次 在中国 这个警察 公检法 这个军警献特 第一 保护当官的 第二 保护有钱人 老百姓穷人 底层 是吧 你基本就自生自灭 还有你看还有控制人员三人 居委会 还有家委会 你看见了吗 有控制小组 他这算老实的 有的动员的人不止三个人 有动员八个人 十个人 看住一个人 是吧 你看那个北京的记者高瑜 不就住在那个朝阳区那个和平街吗 是吧 他可能就住在那个哪儿 中央交响乐团 可能就住在那儿的宿舍里边 我姐姐有一个老师 李德伦的媳妇也住在那儿 我跟她去过